一同幸福 祈福 圆满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缘土 烦恼无尽是缘断 法门无量是缘血 佛道无伤是缘成 愿消散张煮烦恼 无缘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不愿醉心菩萨达 未经许多亏 我们学佛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体悟无常 这个体就是要真实的去感受 用你的身心生命去感受 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 所以各位要像今天一样 一天的时间 我们来受包裹在戒 来皈依 要来受五戒 要来修十善业 甚至远用菩提心来修行 老实说了 就像你跑遍全世界 拥有全世界的财产 但是各位都知道 那个都是带不走的 虚幻的 那只是一个因缘果报 所谓叫因缘果报 就是说 就像你的身体 比较健康 生病长寿 高矮胖寿 这是一个